王思宇突然传来坏消息 李孟遗憾 球迷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好 我是小牛 我又来了 有喜欢小牛的呀 可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给小牛 点个赞 留个关注 感谢大家 在亚洲亚运会和亚洲杯的背后呀 中国女兰以其出色的表现 征服了球迷们的心 将喜悦与荣耀带给了亿万国人 如今他们已经稳坐霸主地位 胸怀着奋斗的信念 决心站在巴黎奥运会的领将台上 中国女兰的成功呀 离不开团队的无私奉献和默契配合 在比赛中 无论是火力全开的进攻 还是严密的防守 整个团队呀 都呈现出一种无可阻挡的合力 队员们呀心有灵犀 相互奸话了解所有的个人利益 将团队利益呀摆在首尾 无论是在训练场上 还是比赛场上 他们呀都绝不能掉以轻心 全力以赴 为了一同追逐着奥运金牌而奋斗 而中国女兰的身体状况呀 更是无可挑剔 他们通过艰苦的训练和科学训练 保持着良好的体能状态 每一个队员呀都充满了力量和活力 他们的坚韧和毅力呀 让他们成为了无法忽视的对手 无论场上还是场下 只要他们身披中国女兰的球衣 便注定要向胜利发出冲击 作为中国女兰的核心人物 王思雨呀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 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 她的一举一动呀都牵动着人们的心 最近呀她率领四川女兰 在一场WCBA比赛中呀 遗憾的落败 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然而我们呀应该坚信着 有着足够的坚持力和坚韧精神 这次失利经历将会进一步 坚定在她在巴黎奥运会上 夺得金牌的决心 相信每个运动员呀 都有过失败的经历 但真正伟大的人呀 是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并呀更加努力 王思宇呀绝对是那种勇于面对挫折的勇者 她将以更加成熟的心态面对这次失利 而不气馁的呀回归赛场 她明白只有通过磨练自己 不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她才能实现自己的篮球梦想 她每一个成功的背后呀 都有无数次的付出与坚持 王思宇并不畏困难 她以一颗不屈不挠的心呀迎接挑战 这次的失利对她来说或许是一个小小的跌倒 但她相信自己能够站起来 以更扎实的训练和比赛表现呀 证明自己的实力 巴黎奥运会呀即将到来 这是一个巨大的舞台 也是王思宇实现自己梦想的关键时刻 作为球迷来讲呀 球迷们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因为他们希望四川女篮能够在之后重新的未免 不过呀随着江苏女篮的崛起 本赛季将会出现三强争霸的局面 对于四川女篮来说呀是一道巨大的挑战 而这个挑战的核心当然是球队的内线核心韩旭 然而呀令球迷们忧心忡忡的是 韩旭的状态并不理想 球迷们非常希望像王思宇韩旭这样的核心人物呀 能够尽快发挥出色 带领球队冲击总冠军 在每一场比赛中呀 四川女篮都将其视为魔力和训练的过程 只有通过吸取每场比赛的训练 不断完善他们自己的战术体系 他们才能够在赛场上展现出绝约的实力 然而呀单靠个人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团队的合作和默契才是战胜强敌的关键 只有通过团队之间的默契合作 四川女篮呀才能够在激烈的比赛中取得胜利 更重要的是呀在困难时刻 球队更需要他们忠诚的球迷们的支持和鼓励 只有相信他们呀能够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 四川女篮才会充满信心的面对接下来的比赛 那么大家对于他们接下来的比赛有没有信心呢 欢迎在评论群留言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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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